中美元首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进行面对面会晤 此次会晤是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后 与中国领导人的首次面对面会晤 是中共二十大闭幕后最高领导人与拜登的首次会晤 也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中美两个大国元首的首次线下接触 同时也是美国中期选举后 拜登与习近平主席的首次交流 诸多背景之下 此次会晤有怎样不一样的意义 会晤前拜登表示 此次会晤的一个主要目的 就是要为中美关系建立底线 弄清楚红线在哪里 以避免两国关系进一步走向恶化 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 能否为中美关系划下红线 中美之间的经贸问题 又能否找到解决之策 新闻话题 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 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王文先生做分析跟解读 节目一开始 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最新情况 14号的会面 就任美国总统以来 中美元首首次在线下面对面会谈 中国外交部早前表示 中方始终按照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三原则 看待和发展中美关系 主张推动构建中美正确相处之道 同时坚定捍卫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美方因同中方相向而行 妥善管控分歧 推进互利合作 避免误解误判 推动中美关系重返健康 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 王先生您好 这次会晤是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以来 两年以来 首次双方的元首进行一个 线下的面对面的交流 而且特别是8月份 佩洛西窜访台湾之后 中美两国的关系 一度是十分的紧张 而且当前国际形势也是复杂多边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两国元首的会晤 有怎样特殊的意义呢 我觉得首先呢 应该把它定位为老友相见 因为拜登总统和习主席啊 实际上他们面对面 见面 相识 交谈的时间啊 已经非常久了 如果我们追溯历史的话 差不多十几年的历史了 当这个拜登 当时在奥巴马执政时期 当副总统的时候 那个时候习主席呢 当任国家副主席的时候 就已经有很好的交往 有的曾经统计过啊 说他们面对面的交谈时间啊 超过了28个小时 至少有8次面对面 或者通电话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确实是两位大国的领导人 应该是老朋友相见 但是呢 老朋友相见呢 因为目前中美关系呢 处在一个结构性的矛盾中 所以呢 很多人呢 对于这次见面啊 一方面是给予了 非常高的期待 另外一方面呢 又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呢 又是预期很低 因为美国的这个对华政策 它过去的这些年来啊 它继承了特朗普时期对华政策的 很多遗产 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变本加厉 这样的情况下呢 有些学者呢 又对拜登他的承诺呢 又表示了一些怀疑 但是无论怎么样呢 目前2022年以来啊 各方面的形势都很紧张 从俄乌的局势到全球的通胀 粮食的危机 气候的变化等等 方面都很紧张 那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中美两国的领导人 能够坐在一起 面对面 很多时候啊 可能像老朋友一样 寒暄一下 回忆一下 可能这个时候 对于两国呢 对未来的这个前景啊 可能就有更多的 我们的期待 那么更重要的 在这种期待下呢 中美两国如果有更多的共识了 那么对世界呢 肯定是个好事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啊 这次的会面啊 我认为是 大家应该说 给予了很高的 这种意义的评价 都不为过的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两国元首见面 这个时机点 是不是显得是愈发重要了 对 这个时机点呢 我觉得处在了一个 相当于处在一个历史的 这个时事路口的 这样一个非常关键的 一个timing 一个时间点上 一方面呢 军事啊 从军事什么样上来讲 俄乌未来该怎么办 啊 那么在面临的这种 军事冲突的 这个衍生的效应下 两国领导人 中美两国领导人 他们会有怎样的共识 将很大程度上 决定了未来 全球的安全行事 而且经济啊 这个粮食 以及其他方面的 这种局势的发展 都大家都在看 中美两国领导人 坐在一起 他们会谈 能否达成 怎样的共识的 这样示范出来的信号 拜登也表示 这次会晤的一个 主要议题之一 就是要为中美关系 设定一个底线 弄清楚红线在哪里 避免中美关系 进一步的走向恶化 您如何来理解 拜登的表态 其实他说这个话呢 他有一定的 他的企图 其实中美关系的红线和底线在哪里 中国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了 早在去年的天津会晤上的时候 中国就已经给美国人画了三条底线 第一不能挑战破坏和颠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第二不能干扰或阻碍中国发展的进程 第三不能破坏或者不尊重 或者这个方方面面的去打击 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中国的这个主权 这个三条底线 我们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 那么拜登呢 他为什么还要说 我不知道你的红线在哪里 我们要来管控分歧 实际上他是想要对国际上 包括对国内说 你看我很努力的 在防止着中美两国的下滑 想要占据在国际舆论中的 一个道德的高地 他某种层面上 甚至我可以说 至少从这个外交语境的角度看 他有点揣着这个 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感觉 那么更重要的呢 我觉得他这么做呢 其实也是在继续在试探 中国的所谓的三条底线的 它的空间弹性有多大 就是说你说你不能颠覆 我们社会主义制度 那到底什么算不能颠覆 然后中国也跟他说 你不能破坏我们的国家主权 和领土的完成 那到底什么样算不破坏 所以它的细节层面上 实际上正好应和了很多人 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时候的分析 就是说美国现在是像切香肠一样 一点一点一点 在逼着中国这个后退 希望能够在逼中国后退的过程中 获得他们最大的利益 美国一方面在为中美关系设定红线 另外一方面又在频频地来踩踏红线 我们看到美国国家安全助理沙里文 最近就表示说会把中美元首会晤的情况 向台湾方面进行一个汇报 您觉得美方此举意欲何在呢 我觉得它又是一次在台湾问题上 这个踩红线 挑衅跟试探 然后这个切香肠的表现 踩红线它实际上现在已经踩上去了 只不过踩上去是踩上一个脚趾呢 还是踩上一个脚丫呢 还是踩上了四分之三只脚呢 这个时候它在不断地在尝试 在试探着中国的这个忍耐之心 那么中国方面呢 我们一直保持着战略的耐力 我们要用最大的诚意去和平的方式 去解决两岸问题 但是我们也不放弃武力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 实际上美国它正在设一个比较大的局 比较大的一个陷阱 让中国的大陆呢 希望能够跳进去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我觉得保持战略定力呢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避免中美关系 进一步走向恶化 不应该仅仅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华盛顿方面应该采取 更加这个真实的 这个真诚的行动来看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 我们也可以看到 我们对于华盛顿方面 做出的承诺 一方面呢 我们要进行这个战略的这个反击 要逼迫他们 要更让他们认识到 我们的底线不容侵犯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也要对中长期啊 我们也要放平我们的预期 那这次台湾议题 应该也是中美元首会晤当中的 一个焦点的议题 您分析双方会不会就台湾问题 达成相关的共识呢 我觉得台湾问题的共识啊 早在三个中美公报 又已经达成了 最大共识就是一个中国 这个共识 早这个40年左右的时间里面 我们一直都有 那美国呢 一方面呢 历任的总统都说 我们这个保持一个中国的政策 但是问题在于 拜登他最糟糕的一点 他实际上在这个大的共识下面 他出现了微调 在踩红线的过程中 这只脚啊 又往前挪了一点点 怎么挪呢 比如说很多方面都非常的恶劣的 刚才你讲到这个纵容佩洛西访问台湾 然后呢 拜登对台湾的这个军售啊 实际上是历任总统以来最多的 那么再又开设了刚才讲的 如果要通报相关的官方情况的话 又开了一个非常恶劣的这样的一个先例 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 我觉得我们对这个拜登的这个政府 对台湾政策要采取一定层面上的反击 让他感觉到在台湾问题 他们不能碰不能碰不能碰的 中国的这种红线和这种战略的意志 中国外交部此前表示 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应该是互利共赢 美国应该立即停止 把经贸的这个问题政治化 工具化以及意识形态化 所以您分析这次元首会晤期间 中美的经贸关系会不会达成相关的共识 我觉得过去的四五年时间里面 特朗普时期发动的对华贸易战 实际上用数据来表明 美国已经失败了 国际上很多的舆论也那么认为 过去的四年多 中美两国的贸易总额是不断的上升 四五年前我们当时的贸易总额 差不多只有六千亿左右 不到六千亿 现在我们的贸易总额 今年2022年可能会突破八千亿 去年是七千五百亿 那么发动贸易战 美国是希望能够减少对华的逆差 但是这个四五年下来 美国对华贸易的逆差 非但没有减少 反而越拉越大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实际上美国已经败了 但是美国又要给自己留点面子 说你看我还要继续如何如何的 所以在中美贸易战上 我们一定要保持相当的战略定力 没有必要 在经贸问题上不求美国 如果你一直还设置着 这个所谓的高额的这个关税的话 没关系 奋赔 最后是你吃亏 所谓的高额的关税 最后都转嫁成了美国的通胀 所以这个过程中 美国故意要抛出一个经贸问题来 就是希望想让中国先提 所以中国如果提出说 你们取消了关税 那美国又有一个条件 让中国也服软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在经贸问题上我们不要着急 让美国自己来提 美国自己提 我们某种程度上可以再将美国移军 所以中美经贸问题走到今天 我们有更多的自信 对美国要敢于斗争 善于斗争 您分析像这些关税 这些细节化的问题 这次可能会讨论到吗 我觉得关税问题 一定不是这一次的最重要的重点 因为实际上关税问题 正如我刚才讲的 一方面美国在贸易问题上 他们的底气不如中国族 第二方面在贸易 在关税问题上 美国国内也是分裂的 两派在一派认为说 我们要取消关税 另外一派说 我们仍然要保持关税 进而对中国的保持压力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这一次的会谈 我认为关税的它的优先度 会相比之下 会犯在较厚的位置 另外在国际跟地区的问题上 比如说俄乌冲突 还有朝鲜半岛的局势 相信双方的元首都会谈及到 那么像这些在国际和地区的热点问题上 您觉得中美双方可能会达成 怎样的共识呢 我觉得也是有共识的空间的 比如说在俄乌问题上 我相信中美两国都会 都会有这样的表态 就是要禁止在俄乌问题上 用核武器 因为用核武器的话 那将会导致人类的灾难 所以这一点实际上也是为俄乌冲突 划向最糟糕的境地 画一套所谓人类文明的底线 那么这个表态实际上 习主席在前段时间见到 德国的首相的时候 德国总理的时候 也曾经做过类似这样的表态 这是大家都愿意看到的 第二就是大家 我希望美方也同意中国的主张 中国一直在促谈 在希望俄乌双方能够坐在一起 能够谈判 尽快结束这场军事的冲突 那么在这一点上 实际上美国是在拱火 所以我们对这个问题 有比较大的期待 就希望美方也能够同意中国 所谓的劝和促谈的这样的主张 但是这次中期选举以后 对于拜登来讲 并不是完全的胜 那么拜登会受到 这个众议院的一些自走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我觉得达成劝和促谈的 这个共识 也是有希望的 好 先谢谢王先生的点评和分析 相关话题我们稍后再来聊 下节新闻电视台 继续带您关注 G20峰会即将开启 相关话题稍后分析 一会儿见 新闻电视台 欢迎您回来 G20峰会15号在印尼巴厘岛举行 主题是共同复苏 强劲复苏 印尼政府海陆两路加强安保 目前已有九成五警力到位 巴厘岛主要街道都布置了 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的海报宣传 连接巴厘岛国际机场和峰会举办地的 努沙杜瓦地区的高速公路 已经重新修建完毕 我现在就在G20峰会 其中一个举办会场 作为G20主席国 印尼政府在巴厘岛 做了一系列基础设施的准备 除了用作开峰会的国际中心 还有近20家新级酒店和别墅 可容纳两万多人 世界20个主要大国的领袖 齐聚巴厘岛 印尼政府已经增加两成警力 令负责安保的警力超过8000人 目前已经到位九成五 印尼也部署12艘军舰和3000海军士兵 确保峰会安全 另外由印尼商会组织的B20 13号和14号将一连两天召开 全球商界精英将讨论 如何刺激经济持续增长 今年的G20峰会在俄乌战事和全球通胀的大背景下举行 因此备受瞩目 我们都知道G20和APEC是当今全球经济治理领域 最有影响力的两大机制了 特别关注到G20的成员 它是占了世界GDP总量的80%以上 国际贸易是占到了75% 人口是占到了60% 而且在当前全球抗疫包括经济复苏正处在关键的时期 多领域的危机叠加共振的一个情况之下 您觉得今年的峰会如何来推动共同复苏 强劲复苏呢 实际上G20坦率来讲是我研究领域里面 应该说研究的最多的之一了 过去的八年左右的G20峰会我都参与了 2014年的澳大利亚 2015年的土耳其 2016年咱们中国 然后接着是德国 日本 还有呢是这个沙特 意大利等等 那么实际上这一次的这个G20峰会 相比过去这些G20峰会 我觉得有一些好的地方也有一些遗憾 那么作为这个优势呢 就是我们在一个非常艰难的 这样背景下召开大国领导人的协调的这样的会议 G20呢我们通常把它称为叫 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首要平台 它某种层面上比APAC更重要 APAC呢它是负责这个亚太区域的 G20呢它在全球具有这个巨大的影响力 它不只是20个刚才你讲到的 主要的这些占有这个国土面积 人口贸易经济总量 都是占有6成 7成 8成甚至9成以上的国家 它还有其他很多代表性 比如它还邀请一些区域的一些代表性的国家来参与 所以在这个时候 它实际上是代表着 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下一步的这个方向 那么这些大国坐在一起产生的共识 将会向全世界未来的发展 示范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信息 所以你刚才讲的 要共同复苏 强劲复苏 这是作为这次印尼G20峰会的 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 那么这样主题就代表着全世界所有主要的国家 要带领着全球这个85亿人 要走出这次疫情这个困境的一种强大的决心 但另外一个层面上 我们看到G20又有一些遗憾 比如说两个非常重要的国家的领导人 在这个G20的这个平台上 他不能出现或者说他的这个表现 我们可能期待方面会弱一点 一个就是普京总统 他已经明确宣布他不来G20了 第二个就是巴西的总统 巴西总统因为他这个只有一两个月的任期了 所以他也表现得不够的这个积极 所以从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看到这个G20 自从2008年G20领导峰会到现在 这个14年下来的将近20次的 这样的这个峰会领导人的这个机制 遇到了一定的困难 就是不够团结了 这也看到了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目前的困难 是 G20峰会上的传统上是会聚焦这些宏观经济的议题 但是近些年来我们看下来似乎是更加关注 比如说气候变化 反恐还有全球卫生等更加宽泛的这些议题 但是外界普遍预计 额乌冲突 通胀问题 还有能源问题 还是会是这次峰会的一些热点的议题 对这些热点议题 您有何观察呢 没错 因为G20领导人峰会 它实际上是采取了三架码车子 就随时主办国 那么这个主办国就可以按照 过去的一届主办国和未来的一届主办国 跟他们聊三辆以后 按照当年的最热门的话题来确定 单年的G20领导人峰会的主题 那么今年我认为 印尼的这个峰会的主题设置是非常好的 它说共同复苏 强劲复苏 实际上就针对着目前全世界所面临的 这个俄乌冲突下出现的大量的供应链的危机 粮食的危机 难民的危机 来应对的 采取了这种大国的应对的方式 另外一方面也采取了 对实际上目前的这个主题也是对美国去的 因为美国今年以来连续几十大幅的加息 使得全球的资本市场 金融市场 货币市场 都出现了超过我们先前预期的这样的动荡 使得一方面的美国它非常自私自利 割全世界的韭菜 让自己的经济复苏起来 另外一方面 全世界相当多一部分国家的通战并没有得到解决 所以讲共同复苏就是希望能够给美国施压 让美国采取相对负责任的经济金融货币政策 那么还有一个层面 就是要求大国的宏观财政和金融政策的协调 这个层面上 G20过去这些年 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 做得相当不错的 那个时候中美之间的宏观的经济金融货币政策协调非常好 那么也使得美国非常迅速的就度过了 这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但现在我们会发现 其实很多方面 大国之间是没有货币金融政策的协调的 比如说美国在加息 很多国家在降息 使得大致所有国家都看上去好像是在各自为政 这样是不利于经济的复苏的 所以这个时候 迫切需要各个大国领导人坐在一起 面对面的相互交谈 相互沟通各自的财政货币金融的政策 相互通报 并且获得一定的协调 要知道本国采取的一些财政货币金融政策 会有一定的外溢效应 要顾及到他国的感受 尤其对于美国来讲 所以在这样的协调下 而且这次这个G20峰会 也是难得的一次 所有大国的领导人 主要大国领导人 尤其中国领导人 到现场面对面的跟大家一起来沟通 所以我认为我相信 这次G20领导人峰会以后 应该会有很多利好的消息会出来 我们看到从11月份以来 东盟峰会 G20峰会 包括APEC峰会 接连登场 三场重头的这个峰会 接连在亚洲举办 是否也说明在亚洲 尤其是东亚地区 现在已经成为了全球经济的 一个中心地带 发挥的作用 也是不是不断在凸显 当然了 这个东亚地区 现在已经越来越多人评估 已经取代了北大西洋地区 成为全球经济的中心 那么我们很明显的可以看到 这个东亚地区 也就是西太平洋地区 我过去曾经有篇文章 也讲述过这个估算 就在未来的十年里面 会发生一个巨大的 一个经济超越现象 就是中日韩再加东门 也就在西太平洋地区 这些国家 那么它的经济总量 会超过北大西洋 这些国家的经济总量 就是美国加加拿大 再加这个欧盟的经济总量 这样就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这个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 经济重心正式从北大西洋 转移到了西太平洋 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今年你看印度 印度的GDP已经超过了英国 那么甚至很多人预测 在未来的五年里面 印度的GDP大概率事件 肯定都超过了德国 成为全世界的第四位 那么未来的全世界的 前四位的GDP 这个总量的国家 分别是美国 中国 日本和印度 我们会看到 这个前四位GDP里面 没有一个欧洲国家 欧洲国家过去五百年 第一次前四位经济总量的国家里面 没有一个欧洲国家 大洗牌了 大洗牌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 岂止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是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是经济层面上来讲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 这个东亚国家 这个东亚的经济的 这个作用是越来越大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 就是G20峰会第一次 从2008年领导人峰会 以来到现在第一次 连续三年在新性经济体召开 从接下来印尼新性经济体 然后接下来两个国家 分别在巴西和印度召开 巴西和印度也是新性经济体 这样就使得这个三驾马车 对未来的G20峰会的 它的议题设置 更加会体现出来 新性经济体的我们的意愿 和未来的关切 而且在这次G20峰会期间 习近平主席也会应约 同法国的总统马克龙 进行一个会面 在不久之前 德国总理舒尔茨 是率领一个豪华的经济代表团 访问中国的时候 他就说到 与中国搞脱钩是错误的 那么在当前 能源危机 包括经济下行压力之下 您觉得法国 接下来会做何选择呢 我觉得法国大概率 肯定会跟德国一起 征宠中国 就是现在看来 从特朗普开始 到拜登继承的 想要跟中国进行脱钩的 这种战略 完全是行不通的 也不符合未来的全球化政策 那么这一次俄乌冲突以后 其实在欧洲 已经有大量的人开始反思了 所以你看我俄乌冲突以后 突然发现 除了乌克兰以外 欧洲是最大的输家 我们被迫拿出几倍的 这个成本去购买 美国的天然气和石油 那么欧洲的通胀 美国的通胀 现在已经往下走了 那么欧洲的通胀 还是居高不下 必须要有赖于中国的帮助 所以我觉得 这次跟马克龙的 中法之间元首的会晤 我认为也是非常重要的 有助于在化解 也是分化美欧之间的这种所谓 对中国的这种所谓的团结 那么马克龙我认为 他一定会体现出来 法国大国领导人 他的战略的远时 一定会更多的导向 从过去全面导向美国 过去一两年 稍稍地回来 摆在一个相对的中立的位置 一方面他们会继续跟美国 保持好一定的关系 但另外一方面 对中国的所谓 拒绝跟中国脱钩的这种表态 我觉得也会在G20峰会上 能够体现出来 国际社会都在期待 中国提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非常感谢王文先生的点评分析 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近日谈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